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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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 但是完全不知道啊 就是完全不知道拍电影和当导演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嗯 猛懂的希望说能看到中国的科幻片 我学法律是为什么呢 在我妈妈的这个观念里边觉得特别是在我大学是99年高考 那个年代最好的专业是什么呢 就是法律计算机英语经济对吧 共产管理什么的 对 就这套东西 嗯 所以我妈她的目标是把我培养出我们比如说当地的那个政法委书记这个这个级别 特别希望我干这个 然后特别希望我毕业之后呢能去到法院啊检察院 嗯 然后当时所以特别希望我能够去学法律 我呢当时其实报了电影学院 只是电影学院恰好在那一年 在山东跟山西导演系是不招生的 嗯 那我就去去海南大学去学法律 其实当时有一度觉得算了吧 可能干不了电影 因为当我进到大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成年了 可能有些事情不是小时候你的想象就一定能完成的 但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在大一的时候 有一天在路上就突然间脑海中形成一个印象 那个印象是我看到了老了之后的我 嗯 就一老头躺在摇椅上 他就问我 你这一辈子过着有后悔的事吗 我想可能是没拍电影吧 他说这年级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也拍不了 所以其实我就是突然意识到 我不想让老了之后的我后悔 因为那个时候拍片还不像今天 我们拿一手机就拍了 所以我们就先去找设备 我记得是海南电视台 我们去借设备 然后去开始拍短片 去拍短片的人 跨行业 跨专业了 对 我觉得我很感谢那一幕的出现 嗯 是那一幕的出现让我坚定了这个决心 不管成与不成我要去试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非常及时出现了一个提醒 让整个这个人生之路的这个命运的轨道就开始运转起来了 我是03年毕业我都没有回老家 我是直接来北京 拿了一个法学的文凭 我跑遍了所有的当时北京的所有的电影公司 人家都很婉拒嘛 就是你这个我们不需要法务 我说我想当导演 你现在想多可笑 哪有人去拿着一个法律文凭去说 找到一个电影公司说我来当导演 后来也还是曲线就过 我就先去电视台吧 就旅游卫视这段过程中对我影响非常大 在那边积累了很多对于视频类的后期上的这些知识技术 从那个时期积累出来的 所以后来那个没有白费啊 我觉得那几年 没有白走的路啊 没有白走的路 你现在想来当时满怀热情想想 刚大学生闯荡到北京 然后抱着这样的梦想 结果一盆水就泼下来了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第一个住的地在哪呢 是在友谊宾馆边上 有一个桶子楼 当时那个是一个十几平米的一个小房间 住六个人 也没有卫生间 也没有厨房 我每次下班 晚上下班都会上一个楼梯 那楼梯灯光是特别昏暗的 墙壁是斑驳的 但我当时是没有任何感觉 我是每次都会觉得 每天都会有特别有希望 直到前几天 我是偶然去到那个地方 我真正在去上那个楼梯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的天哪 之前我是怎么能够在这生活的 那个对比才能发现 原来当你心怀梦想的时候 你看来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热爱能抵万年程 对对对 我觉得做科幻电影 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尤其在国内的这种环境和基础之上 当初是怎么想的 就是在开始拍《流浪地球》之前 也是一个机会吧 因为刚好当时 我们最开始是在跟中影去谈另外一个项目 但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也在推荐说 有这么一个科幻呢 我有喜欢科幻 其实在之前我不敢想什么时候能够拍科幻 因为曲线就我的逻辑 我得先一步一步地先把拍电影这件事情做扎实 才有可能去触碰科幻这件事情 那刚好在那个时候 就看到了中影当时有三部 那个刘慈欣老师的这个小说的版权 那么还让我去选看哪个能合适拍 我看了对比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流浪地球》可能有可能 它可是以灾难向的作为底色的 那么在这种极端的极致的这种矛盾冲突下 那么对整个的 不管是人类这个族群也好 还是到个体也好 都会有很好的戏剧冲突的展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底子 然后我说那是一个奇迹吧 但是至于怎么开始怎么干 其实也不清楚 最主要其实还是跟着自己的这种热爱 这个梦想一步一步来走 好难的 太难了 难度又很高 你这样的话 你几乎没什么办法坐下 从我这来 对 这差不多了 不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 决定 选择希望 《流浪地球》当中是一个群像电影 他们的出现都被赋予了这个主角的一个光环 还有这个能量在其中 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这是一个 我觉得和好莱坞式的这个科幻不太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个人不是特别相信那个什么 超级英雄这个逻辑 我们在第一集的创作的过程中看过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对我触动很大 这是一个消化人的背影 前面是火场 旁边是撤离的人群 这个人是一个逆行者 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年轻人脱掉身上最身装备的话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在那一刻你看这张画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英雄 这个普通人在关键的那一刻 他的决定和他的选择让他成为了英雄 所以我在看到 这种选择和这种使命感受 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视角放到 每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的那个选择 也许我们能看到无数的英雄的闪亮那个点 我觉得这是我们后来想去表达的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因为选择而变成不平凡 对 我们看到电影当中其实有好多家伙情怀的设置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 五十岁以上的 出来 我只想让我的家人活下去 我在呢 我一直都在 我方将会继续坚定推行已有计划 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觉得家跟国是不分的 你没有国就没有家 反正没有家也没有国 我觉得它是融为一体的 当然这个观念特别是在 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会更为明确 你会发现 比方说有类似这种大型的灾难的时候 比如说好莱坞的电影经常会选择 或者西方的一些科幻片会选择什么呢 我们跑了 我们去寻找一个新 这对应什么呢 是对应他们当年 比如说在英国殖民时期 他们要出去 对 他们向外扩张的那种 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们会 思维上会惯性地去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走的时候连地球都带走了 这是另外一个事 你不要带着家 我得我家带走 这个是跟他们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这点也很有意思 我记得是15还是16年 我是去到旧金山 工业光摩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那家市校公司 沟通中我会发现 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概念 你们怎么想着会把地球带走 我那一刻突然意识到 你们觉得很奇怪的东西 刚好就是我们独特的 文化差异 我突然有了一个抓手 发现我们对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故土的这种热爱 这种眷恋 就是我们的底色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去开始了 我们就提出是怎么去做中国的科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科幻的一个底色 我知道您现在也是被称为电影当中求霸 孩子又如何看待您在电影当中 包括您在生活当中所展现的这种人设呢 我真不太清楚孩子怎么看我 但有一次是拍《流浪地球2》的现场 然后我媳妇带了孩子去探班 她在旁边看了好长时间 然后她妈就推着说 你上去跟爸爸打招呼啊 她就跑过来跟我说 说爸爸好 那个爸爸好跟那个叔叔好 什么是一个罗意 就非常生疏 你那一刻的感觉是 就很感慨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个 老天是平衡的 你有德得有识 确实我对孩子的这个陪伴的时间太少了 他对您的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两次的那个手用礼 他嘴上都是说哎呀还行吧 就拍的还臭 很淡定 哎呀 太温馨的画面 就像我们影片的路线 我问一个 因为四年前他还小这么大 然后看完这个影片 问他说这篇拍怎么样 他说还臭 现在呢 第二集 哎小辈儿 挺好 比上次还稍微好点 好点 还行 那我记性鼓励 还好 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啊 他每时他会编一些科幻的小故事画画啊什么的 还挺有意思的 就他也沉浸在了这个世界当中 他有时候还偷摸着模仿 我的签名啊 或者吴京的签名啊 帮班级的小朋友给海报上签名的 你看这就是内心崇拜的一种映射 已经开始有了 我希望他把这个技能啊 就把这个模仿签名的技能啊 用来正地儿 我就怕哪天这卷子上的签名也被模仿 对 你会刻意地去引导他在这个科幻电影啊 包括这个上面的一些 没有 我其实现在希望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这个兴趣 他看了很多书 他自己现在写诗歌 写得非常好 所以我不想在他那么小的时候 给他任何的这种方面上的引导 我希望他自己去 去探索 探索这个世界 他有他的好奇的点 他有他感兴趣的点 其实说到孩子 我们大多数都会想到 他们身上这种少年感 刚才您也屡次提到 热情在推动着您这样的梦想 您会刻意地就去保护您身上这种少年感吗 就是没长大的 就我刚才把你的那个手卡 你不是没来吗 我跟你说话都打乱了 你说要给我做成一点难度吗 我打乱了 结果你们编导就 就把他又堆回去了 你看这就是扼杀这个 我是觉得可能需要保持这个心态 保持着很强烈的好奇心和 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的年纪会老去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年轻 而且特别是我们拍电影 我们作为电影导演 我们面对的观众 观众是永远年轻的 你怎么样就是通过跟新少年去沟通 来保持您自身内心的这一份少年感呢 看他们看的东西 玩他们玩的东西 就是你尽可能地去接受 因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不要做一件事情 就比方说 有时候我会内心会有一个 特别直觉的那种反感 就比方说我拿一手机 新出一APP 哇 又的设置好烦 不适应 不熟悉 对 我就一直在警醒自己 为什么我儿子拿这个APP的时候 他点得特别顺畅 为什么我就不想再去碰它 这是我的心态 在去排斥这个新的事物 我想保持我的之前的状态 我不想再有变化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你会老去 所以我们就要尽可能地去接受新的事物 保持我们对世界的这个好奇心 不要那个温度不要降下去 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要逼着自己去看这些新的东西 你可能看的时候有一万个问号 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 说这些孩子们喜欢的这个梗 我也不知道这个梗什么意思 我们就去想想 他为什么会说梗 那说梗的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导致的 我们就要去想想这个吧 然后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视角 去试图理解孩子们的梗 我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你能够理解 才有可能去达成沟通 才有可能认识他们的世界 在您和年轻人的交流过程当中 从孩子的身上 或者这些同学们的身上 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 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事情 是在我们在《游浪地球》第二集 第二轮的路演的过程中 我们全部是选择的学校 有小学 中学 大学 也有很好的学校 也有山里的很偏移的条件很差的一些学校 我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在中国青少年一代 青少年一周中间做科幻的种子 都跑遍了这些学校之后 得到了一种 只有老师才会有的成就的 我们去到 我忘了是 应该是湖南的一个学校 有一个孩子说 我看到了电影里面 你们的外骨骼装甲 我希望未来我从事的工作 就是研究外骨骼 你要干嘛呢 他说我要 研究一种能够帮助 残疾人重新站起来的一种外骨骼 就像一只一样 他可以帮助残疾人去走路 真的 运用于生活和实践 就像类似这样的 能够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对他们职业的规划 他们的这种美好的想象 我觉得就变成了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了 特别好 在拍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你的电影会对这么多人 在拍的时候是完成个人的梦想 嗯 但你真正上线的时候 你发现这件事情 可以影响到孩子们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这是有使命感的了 对 这是一个递进其实 嗯 分享一点小的故事吧 比方说我们在航天城的时候 就有孩子起身说 因为看了这个电影 他立志要成为航天员 当时我们觉得 由心而发有一种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就是 谁知道呢 也许十几年之后 他真的成为了航天员 那么我们在拍他们这群人 就没有拍这份 我觉得突然那一刻 拍科幻的意义就多了一分 所以之后在陆续的 我们去去学校 去跟孩子们沟通的过程中 发现我们为了这些孩子们 为了能够种下科幻的这种 我们更有动力去继续往下拍 本栏目由养烧彩桃房 独家冠名播出